我们的火车 撞到这个卡车了 太罗格号脱轨意外 造成重大伤亡 现场施工告示牌 负责建造的联合大地工程 逃脱不了关系 联合大地总经理孙力争 出面回应 我们就是要把相关的资料 让完全整整能够还原这个原貌 让这个还有在我们执行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缺失 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做好准备 来接受调查 联合大地针对外界质疑 强调准备好资料 接受调查并解释 工地在四月一号意外发生前 已经完成检查 对于李翔为何进入工地 称完全不知情 我说我当然是吧 因为这个这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这种这种时代 就是大家是求快不求真 但外界聚焦是工地安全防护 未落实最乎早有端倪 交通部透露这次造势的路段 其实已经对该工程 进行查核评分 总分七十八分 属于宜等中眼和东兴 各被扣两点 但联合大地却被扣高达七点 是该公司近五年来 被扣点最多的工程 扣点原因也曝光 包括混凝土表面打得不好 钢筋排列不整齐 位置有偏差 资料表单整理不好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工区管理凌乱 根据调查 联合大地2015年起 标了52件政府标案 总金额达七亿六千多万元 其中台铁工程就标了16件 目前还有13件在施工 工程遍布宜兰 花莲台北台东台中和嘉义等地 吊诡是许多标案 只有联合大地一家公司投标 外界质疑是否有量身定做之嫌 这个台铁也会去说明的 联合大地工程 强调准备一切资料配合调查 而负责专案管理的中眼工程 则尚无回应 他如何出轨重大伤亡 众多疑点 相关单位要继续抽丝搏减 三星五 三星 林庆